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管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前途运势 而额头正中的部位也称为官路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财运和个性好坏 如果女人的额头正中部位长智的话 这颗智属于一颗典型的克夫智 这种女人一般有很强的智慧和能力 不过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强势 眼光很高 对于另一半要求也比较高 有着很强的掌控欲 凡是喜欢占据主动 事事都要以自己的意愿为主 长期如此的话 欺强而肤弱 不仅对丈夫的事业起不到什么帮助 还会对丈夫形成压制 导致事业不畅 2. 眉毛断断续续 眉毛在相绝中称为情缘工或兄弟工 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和感情缘分的好坏 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断断续续不连贯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情比较的急躁 对人对视缺乏耐心 动不动就喜欢乱发脾气 做起事来也比较的冲动 完全不过后果 而且私心极重 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不懂得为他人考虑 说话做事都有着很强的攻击性 容易与身边人产生争执和矛盾 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和困扰 一生命运比较的坎坷 所谓的眼尾勾圆 指的是眼睛尾部的上下眼皮 将会除成圆弧状 眼睛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 这种女人大多心计和诚服很深 而且特别的善于伪装 让人猜不透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即使对自己的丈夫和家人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谦逊有理 但实则内心很辣 做事绝情 喜欢在背后耍手段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对待感情也不够专一 谁娶了这种女人的话 注定倒霉 四 左边肩门有志 肩门即使眼睛尾部到发际线之间的部位 在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和婚姻 如果女人的肩门处长志 尤其是左侧肩门位置长志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比较感情比较的丰富 也比较的多情 喜欢追求浪漫 注重物质生活 而且意志力淡薄 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 对婚姻和感情缺乏忠贞 容易用情不专 婚后做出对丈夫和家庭不忠的事情 责任心比较差 对丈夫也不够尊重 如果遇到这种女人 一定要三思 五 颧骨突起无肉 颧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权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望和事业财富运势 如果女人的尘骨长得高突无肉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霸道和强势 做起事来比较的蛮横 不讲道理 而且热衷于金钱和权力 为了达到目的 做事可以不择手段 而且自尊心极强 凡事都要与人争论长短 有着很强的好胜心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事业心特别的旺盛 但是家庭责任感比较低 对丈夫和子女关心不够 生性还比较的多疑 把持家中的经济大权 与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 会让男人特别的心累 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育力 生命力和财运状况 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智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豪爽大方 做起事来不拘小节 但是生活态度方面也比较的开放 不太懂得注意与其他男性保持距离 生活方面比较随性 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够简点 婚后也不知道收敛 娶了这种女人的话 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的麻烦 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体质较弱 子女缘分浅薄 还容易在事业方面拖丈夫的后腿 娶了这种女人的话 一辈子很难翻身 二 无种不能娶的薄情女面相 刚愎自用 反复无常 娶了后悔一辈子 一 断眉 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 在相学中也称情缘功 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 如果女人眉毛中间出现中断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内心特别的孤冷 形式方面比较绝情 做起事来缺乏人情味 内心的怨气也比较重 急与人结仇生恨 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比较冷淡 即使是自己的亲戚 或比较近点的朋友 也容易做出一些恩断义绝的事情 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 一生命运波折很大 娶了这种女人 日子就根本没法过 二 三角眼睛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 像书中讲 眼如三角 人无性 这种女人大多坏点子比较多 内心不正 而且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阴冷的气质 内心特别的孤僻 很难有人真正的走到他们的内心深处 如果一旦得罪了他们的话 就如被毒蛇盯上一般 一定会伺机进行报复 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不讲信用 还特别的喜欢算计 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 让人防不胜防 给这里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话 简直无法想象 三 双拳高突露骨 蚂蚁神像中有言 女人颧骨高 杀福不用刀 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 毅力和态度 颧骨高耸露骨的女人 大多个性都非常的孤傲和偏执 内心自私又刻薄 性情霸道而独断 不喜欢别人忤逆他们 而且刚愎自用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在家中唯我独尊 凡事都要听他们的 在工作中也只是 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不顾别人的感受 经常做出一些 忘恩负义的事情 容易在家中形成 对丈夫的压制 对丈夫的健康和事业 都是不利的 四 鼻梁起结 面相学中有着 男人鼻子看事业 女人鼻子看夫韵的说法 鼻子在相学中 也是女人的夫公 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 还能看出他们的夫韵 如果女人的鼻子 长得尖靴露骨 或者鼻梁骨突出起结的话 这种女人 大多内心比较的 自私刻薄 眼中只有自己 而且性情多变 让人很难琢磨 有点反复无常 做其事来 也是任性而为 不喜欢受人约束 容易与人起冲突 夫韵浅薄 没有什么福气 五 段掌 古语常讲 女人段掌过防养 意思是说 如果家中有段掌的女子的话 一般都是从小 过去给别人家带养 或者是跟随自己的祖父母生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相学中 这种女人 大多属于命硬之人 对身边亲人 有着很大的克星 这类女人 一般自私心特别重 而且喜欢贪便宜 而且主观性特别强 不容易听进去 别人的意见 遇事也不喜欢妥协退让 在婚姻中 经常容易与丈夫 发生碰撞 使得婚姻 非常的不稳定 三 三种好女人面相 财运好 收获多 一生 旺财 又旺家 一 山根 饱满 平滑 山根位于 印堂下方 两眼之间 属于鼻梁的根部 在相学中 也称为夫妻座 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 健康 和事业财运 如果女人的山根部位 长得高耸而饱满 且平滑干净的话 这种女人 大多脾气很好 而且个性独立 很有主见 习穷开阔 不喜欢斤斤计较 善于处理身边的 各种人际关系 自立又自强 人缘很好 与丈夫关系和谐 不仅自身事业发展较好 还能给对方 带来好运和帮助 一生旺财又旺家 去到他们 乃是人生一大幸事 二 眉毛细长顺滑 眉毛在相学中 最能反映出 一个人喜怒哀乐的情绪 代表着一个人的 秉性和精气神 如果女人的眉毛 长得柔顺细长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情温和 心地善良 不仅头脑聪慧 而且眼光独到 凡事以大局为重 做事懂得把握尺度 凡事与人为善 懂得为他人着想 贵人运十分出色 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而且还能帮助丈夫排忧解难 一生财运出色 收获满满 耳朵在相学中称为采天官 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 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厚实 圆大且耳朵圆润 丰满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很有智慧 而且性格温和 贤惠大方 懂得体贴和关心他人 做起事来很有规划和想法 能够把家里家外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能教育好孩子 在事业方面 也能够为丈夫出谋划策 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给夫家带来好运气 家庭收入也会慢慢增多 娶到这样的老婆 就偷着笑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